昨天我们报道了在昌平区东三齐村 有不少卖淫女占杰拉克 接到记者的举报线索后 民警立刻重拳出击 这是此前 记者在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齐村 暗访时拍摄的画面 2013年8月22日 记者把这些视频资料 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所备 当天总队就派出警律赶往现场 四个天还得一共六个几个 有两个电视两个 有两个电视一个的 这四个电视都表面上看到你的 实际上旁边也老有男的 给过来送冰棍啊 什么的来回串 东三齐村 位于天中院北地铁站东侧 村子里四通八达 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他那村里头非常窄的胡同 而且也不好观察 也不好打击 在这胡同里头 有个简爱的四五家 人一过 再拉着 拉你过来 你要不能坐 你再过 这种东西就惊了 侦察员兵分几路走进了胡同堂 经过清点 这里设计的卖淫窝点 共有十余个 每个窝点除了有一两名卖淫女外 还有专人负责放风 2013年8月23日 也就是街道举报的第二天下午 治安总队联合昌平分级的侦察员 决定对这些窝点展开清理 当场 侦察员将在门外招牌的卖淫女全部抓获 其中年龄最大的55岁 最小的40岁 据违法人员李某招待 他们都是由老乡介绍来的 以每个月四五百块钱的价格租下平房 吃住都在这里 当天侦察员共抓获12名违法人员 将盘踞在这里的卖淫窝点 彻底根除 城乡结合部的治安状况非常复杂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除了打击卖淫嫖娼之外 还得釜底抽薪处罚房东 根据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房东明知成都人利用出租房屋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不向国安机关举报 情节严重的 可处5日以下拘留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各位房东 别为了赚钱逃避责任 否则引火烧身 后患无穷 您好 我崃